接下来我们再来勾它的花托 它的花托是用到了苏苏姐家的四股为名 25号色 然后我们取出这个绿色的线 绕在小拇指上 或者这样夹住 绕在食指上面 再绕在中指上面 这样捏住 我们用环形起针 勾针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 我们需要缓起短针 勾针直接穿针进去 绕线 带过来 两个线圈 再绕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 我们总共是缓起10个短针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 都是同样的勾置方法 10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取下手指头 然后找到短的线头 这样拉紧 拉紧我们再找到做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从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直接带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拉紧 我们连接一下 接着起立一针 然后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针的入针位置 是在刚才引拔的位置 也是刚才做记号扣的位置 直接穿针进去 先勾一个短针 我们同样是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二圈我们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重复五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5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二圈我们编织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做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临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第一个针目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第三圈到第五圈都是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每一圈都是勾15个短针 大家把三到五圈自己编织完吧 每一圈勾完都要引拔起力 第五圈我们编织好了 做一下引拔连接 接着开始勾 勾花边的部分 我们需要勾两个锁针绕线 一二两个锁针绕好 我们需要编织三个长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进行编织 取下记号扣 勾针绕线一圈 穿过记号扣的位置 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前两个 绕线脱掉后两个 总共连续编织三个长针 二第三个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 三个长针编织好了之后 接着勾两个锁针 然后翻转这个织片 翻转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勾中长针 这一个两个锁针 对应的这一个位置 我们不勾 直接下一个针目 勾针绕线一圈 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不够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中长针 带线过来 让线一次性脱掉 下一个针目 还是对应的针目 穿针进去 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锁一针 翻转这个织片 翻转过来之后 这个锁针对应的 这一个地方也不勾 我们找到这一个地方 勾一个短针 带线过来 勾一个短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短针的位置 我们翻过来 还是这个短针的位置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入针 然后勾一个引拔针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然后断线 把线头扯出 这样这一个小花边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开始勾下一个小花边 因为这一个花边 我们暂用了三个针目 在第四个针目上面 还是穿针进去 直接把这个线 放在这个织片的后方 带线过来 勾两个锁针 一二 然后勾三个长针绕线 穿针进去 把这个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藏进去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连续编织三个 算第一个 总共编织三个 把这个线头都藏进去 三个长针勾好 然后勾两个锁针 翻转织片 两个锁针对应的针目不勾 然后勾下一个针目 勾中长针 绕线一次性脱掉 下一个针目还是绕线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一次性脱掉 两个锁针 两个中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翻转这个织片 翻转这个织片 然后对应的不勾 勾下一个 勾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了之后 我们翻转这个织片 在这一个短针上面 勾一个引拔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然后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出 稍微拉紧 另外一个花边就勾好了 我们总共是勾五个小花边 同样的勾制方法 这一个线头我们直接断线 剩下的三个小花边 大家自己勾出来吧 都是同样的编制方法 我们这个小花托就勾好了 这留的线头有点长 我们可以直接断掉 可以稍微的短一点 然后这一个小花托就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